第1501章 强化连结治疗 下一个BOSS叫埃伯诺克 它是奈法利安的又一个试验品 暗影烈焰 龙翼打击 和上一个BOSS费尔默大同小异 但是也不是没有区别 它的致命一击对蔚蓝海风这样的MT 也就可以造成3500到4000的伤害 比起第三个BOSS勒什雷尔 它的攻击频率更快 比不上勒什雷尔的地方在于 勒什雷尔人家在高伤害的同时 还能降低治疗效果 这个BOSS也没有那种可叠加伤害的火系 但是它多了一种对当前目标的 Debuff 埃伯诺克之影 埃伯诺克之影生效后可以持续8秒 在此期间 BOSS对中了这个简易状态的MT 造成的每次攻击都将是致命一击效果 而且每成功攻击一次 就会为自己恢复5万点生命值 这个状态不可驱散 也就是说 只要给埃伯诺克一个机会 哪怕它只剩1%的血量 也能很快恢复到100% 也正是因为埃伯诺克之影的存在 这个BOSS的战斗时间被拉长了很多 对几个MT之间的配合 做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一个MT中了埃伯诺克之影 另外一个MT必须立刻把BOSS嘲讽过去 不然中了埃伯诺克之影的 MT会在短时间内被干掉 而且BOSS的血量也会很快回升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可能都白费了 此外 埃伯诺克比起费尔默 还带上了一些暗影伤害 在团灭了两次之后 几个MT在陆离的要求之下 纷纷换了两件暗影康性的装备在身上 一个合格的团队 该换什么抗性都有一定的要求 这一点在那些为了组织金团赚钱 而声拥 兵团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 他们有的人甚至有一仓库的装备 时间不多了 似乎很难打掉这个BOSS MT的配合不太行 飘零有点发愁 别有心理压力 咱们今天早上的时候 还想的是能把小红龙干掉就行 现在都带5号BOSS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陆离倒是非常的淡定 做人不能太贪心 会影响游戏发挥 这么一说 大家也就没那么浮躁了 还有一个半小时 今天的游戏时间结束 这个半小时打掉埃伯诺克 也不是没可能 关键还是看几个MT 他们的配合只要弄好了 就算埃伯诺克回血 也不至于不可战胜 前面几次团灭 都是MT那边出了问题 输出方面 陆离反倒一点也不觉得慢 他甚至还要求输出职业 稍微放缓一点节奏 不然MT可能拉不住 其实可以这样 魏云淡月出声说道 咱们可以分开指挥 老大 你看全团 我指挥治疗职业 顺便负责调整队伍 飘灵可以专门指挥 几个MT之间的仇恨替换 似乎可以 飘灵眼睛一亮 行 就按照你说的办 想法很新奇 陆离也觉得这主意不错 就他们目前的团队来说 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正常的团队 不可能有三个人一起指挥 那是妥妥的取死之道 就好像一只三头蛇 他有三个脑袋 不可能三个脑袋一起工作 不然一个向往左边去 一个向往右边去 一个向往前面爬 那岂不是要分尸了 陆离他们的区别在于 这三个头负责的事情不一样 彼此之间不容易冲突 尤其是陆离的存在 可以压得住其他人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配合挺久的了 这三个指挥也都指挥过 大家很容易互相理解 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念头 新的战斗再次开始 风少去一边恢复下 我拉住了仇恨 天下 你开始累积仇恨 时刻准备在我中招之后 嘲讽 飘灵什么都不管 只看MT 自然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应对 夜色给飘灵加血 鸡哥 你把风少的血量加满 然后在三月之后给MT套盾 微云弹月在指挥治疗职业 MT变动的话 治疗必须及时转移目标 不然新上来 MT就有可能会因为治疗跟不上而死亡 这个BOSS没有太多的群伤技能 其他玩家受到大规模伤害的情况 很少 治疗主要看住 MT就行 陆离则见缝插针地关注一下 大家的站位什么的 轻松下来之后 他的输出又再一次恢复到了前三的水平 单轮输出的话 在屠龙者的咆哮作用下 陆离一个人能顶微云弹月 和飘灵两个家一起 还绰绰有余 所以 三个指挥官的存在并没有降低多少输出 大半个小时之后 埃伯诺克不可一世的身形也轰然倒地 此时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都累了吧 要不咱们今天就分了装备 先散了 陆离说道 下一个BOSS-FREG-R南岛是不难 然而几十分钟的时间 想要干掉下一个BOSS 连续干掉了好些个BOSS 连半个钟头的休息时间都没 大家怎么可能不累 不累啊 继续打 回应他的却非常干脆 再看看大家的精神面貌 一个个都亢奋得有点可怕 似乎现在 让他们离开他们就会立刻翻脸似的 好吧 老规矩 残梦在后面摸装备 咱们还是清理小怪 无论如何 接下来都是今天最后一个BOSS 军心可用 陆离也没必要泼冷水 反正打不打的掉都是意外收获 屠龙者的咆哮这状态 确实太好用了 埃博诺克杀起来不算难 但是掉的装备却出奇的不错 先是有一枚合成石 非常适合防战 陆离将它分给了有形天下 这枚宝石主要是插在武器上 而蔚蓝海峰的武器已经插满了石头 更让人意外的是几本技能书里面 居然有一本强化技能书 强化连结治疗 为你一个有方目标 以及20码范围内的 另外三个有方目标 恢复500%法术强度点生命值 连结治疗 原本只能为本人选中的目标 然后随机另外一个人 三个人恢复300%法术强度点生命值 这个技能其实挺鸡肋的 至少没有其他一些常用治疗术好用 但是强化了之后就不一样了 加的血量几乎翻了一倍 而且一次性可以加五个人 由于之前的那本强化冰霜星星 这本强化连结治疗 就留在了裁决之间 陆离毫无疑问地将它分给了三月宇 黄金暗金装备随便分分 大家专心清理小怪 也没太多精力去关注 反正陆离会把东西都分好的 大家经常喊他陆黑子什么的 说他手黑心黑还黑装备 其实对陆离的分配方式 一直心服口服 埃伯诺克掉的T2部件也是手套 其实他和费尔默 弗莱格尔也就是黑一只巢的 4563个BOSS都是掉T2护手的 这也造成T2的护手 是最容易获取的套装部件 这一次掉的是盗贼部件 陆离其实也可以要 然而他的DTP 刚刚大多拿去拍灰黑长袍了 这就造成现场盗贼 很多人都比他的DTP要高 第1502章 傻子 盗贼职业比较多 这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T2手套 更是需求的重点 于是个个都开始出分 一件T2装备很快就炒到了100分 市场就是这样 虽然是同等级的装备 有些甚至更加极品 但是需求的人少 自然就比不上那些玩家数量超多的职业 比如盗贼 比如法师 比如战士 牧师等等 骑士 猎人次之 剩下的德鲁伊 萨满什么的 就属于基础分 都能拿装备的类型了 120 有人说水精灵的声音宛如天籁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看他的直播 光是听声音就如在梦里 可惜他平时并不怎么多话 像现在这样 大家一起下副本 他经常都是从头到尾 一直沉默 就算说话 大也是和陆里一起走到一边低声细语 现在他开口了 为的是拍这件T2手套 125 有人继续出价 出得非常少 不再是几时几时的家 据说这样一点一点的家 可以多听几遍水MM的声音 技术宅们的世界 正常人一般不懂 150 可惜 水精灵才不会一点一点的家呢 他只有150分 现在一下子就 全部拿了出来 一一 先红右悦的 DTP稍微 比水精灵多一些 可就是这么多的一点点 他也可以击败水精灵拿到装备 不过他还没有真正出口 就被该隐的左手 阻止了 该隐的左手 一手搂住他的脖子 一手捂住他的嘴 然后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 算了 花这么多 DTP拍一件装备不值得 傻子才会这么干呢 先红右悦 吃笑了一声 然后翻白了个白眼道 多聪明的人 全都因为爱情 变成了傻子 可还是有点嫉妒啊 大家都在嘲笑这俩傻子 一个花240 DTP几乎清净所有 拍了一件外观装备 另一个则去 把所有的DTP 拿去拍一件套装部件 这150DTP 如果在竞争 不那么激烈的情况下 拍两件套装都有可能啊 显然 大家都知道 水精灵为什么要拍下这件装备 陆黎深深地看了水精灵一眼 将装备分给他 然后继续分最后一件装备 恢复宝石 恢复宝石 是治疗极品手势 这才是能够体现 60级高难度副本的装备 比起黑灰长袍之类的 外观装备 要好得没眼 所以竞争也特别的激烈 最终 叶瑟拿到了这块宝石 它是裁决之剑的第一奶棋 平日里低调做人 不过在副本里 却一直都是 BOSS当前替的主力刷血治疗 不知不觉中 这个女孩 已经来到裁决之剑 好几个月了 一开始的时候 传言她是肖默的 心上人 所以很多人都怀疑 她图谋不轨 想要潜入裁决之剑 获取什么机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 不是不相信 她是肖默的心上人 而是不相信 她要对裁决之剑不利 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又不是小说里面的 宫斗大戏 就算她潜入裁决之剑 所能得到的东西 也极其有限 根本不值得 她何等的骄傲 怎么可能拍自己的心上人 去做卧底 所以 现在的夜色 和大家相处得很好 而她也在这里过得 很开心 至于肖默心里怎么想 谁又在乎呢 弗莱格尔是奈法利安的 又一个科学作品 和之前的两个大同小异 区别只在于 多了一个狂暴 她狂暴的时候 会释放一个 360度无死角的 AOE技能 这个技能 足以秒杀在场80%的人 其实秒杀80% 秒杀50% 秒杀100% 都没有什么区别 总之就是 狂暴会导致团灭 第一次团灭得到的 就是这样的教训 好在 BOSS一开始没多久 就狂暴了 所以也没浪费 大家多少时间 这种不在最后关头的狂暴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可以被打断 猎人职业 在这里就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可以用凝神射击 来破坏BOSS的狂暴 所以 第二次开怪之后 陆黎就安排了几个猎人 他们输出多少 陆黎不管 但是只要 BOSS狂暴 就一定追究责任 魏云但月 负责安排这些猎人 进行轮流打断 就算被抵抗了 也会有其他猎人补上 魏云但月 比较擅长这个 之前 他就提出了 分别指挥的概念 而且在陆黎的点拨下 他还发现了 BOSS狂暴的先兆 6号BOSS弗莱格尔 在出场的时候 脚底下 就有一个红色的光环 当他快要狂暴的时候 这个红圈就会扩张 三秒之后 狂暴 猎人 只要在这三秒钟的时间 把凝神射击成功地 作用到BOSS身上就行了 只要不狂暴 弗莱格尔也是一盘菜 在经过了 小红龙的洗礼之后 弗莱格尔显得 和他其他两个兄弟一样 没有难度 为了确保猎人们的安危 陆黎把三月羽 和小八将派去 和猎人们一起组队 专门负责给他们加血 而且 陆黎还让数十 给猎人们绑了灵魂石 死了也能立刻爬起来 继续干活 还有十几分钟 稳着点没问题 陆黎看着BOSS的血量 神态轻松 要是再团灭时间就不够了 微云弹月死死地盯着 BOSS脚下的小红圈 时刻准备让猎人 去阻止BOSS狂暴 说的是 大家加把劲 不过强力的爆发技能 还是先留着 治疗也是 陆黎并没有因为时间不多 而让大家加大输出 他必须考虑的是 BOSS临死之前的狂暴 那个狂暴可没办法打断 不过 那个狂暴和BOSS自身的技能 狂暴不一样 并没有什么360度的全方位 AOE 也就是攻击力和攻击速度会快一些 火系的技能伤害更高一些 到时候大家全力爆发 就可以一波撑过去 如果运气好的话 BOSS今天或许就不狂暴了 毕竟他好几次试图狂暴 都被猎人射了回去 这会儿 说不定已经心灰意冷 只求速死 可惜 陆黎的运气一直不好 说不定整个团队都被他连累了 BOSS的狂暴如约而至 这次BOSS可得意了 之前一直没狂暴成功 这一次终于占据了优势 他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还等什么 有什么用什么 把BOSS给我直接解决掉 陆黎大声说道 于是 刚刚坚挺起来的弗莱格尔 直接就被打猛逼了 这些冒险者好卑鄙 到了这个时候 还隐藏实力 现在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吧 第1503章 童言无机撞会 狂暴阶段 不可能不死人 据说 就连低级副本的 BOSS狂暴了之后 都可能对高等级玩家 造成大量伤害 40个玩家 死了20多 好在最后胜利的是玩家 游戏马上结束 快点摸装备闪人 陆黎看了一下时间催促道 游戏公司 可不管玩家有没有捡装备 BOSS尸体 会在一定的时间刷掉 目前还没有人测试 不过铁定不会给玩家留到第二天 我居然得到了一个技能点 开心 残梦很高兴 他一高兴 摸到的东西 就非常极品 合成时 直接就摸出来一个移动速度 加15的石头 对于牧师之类的小短腿 职业来说 这石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极品的靴子 现在也就加30的移动速度 陆黎的冠军之靴 非常极品 已经穿了几个月 才加25的速度 虽然没有强化技能书 但是游戏里很多普通技能书 其实也并不容易获取 这种大型 副本出的技能书 对普通玩家来说 都很不错 陆黎将这些开荒团 需求不到的技能书 放在工会仓库 会有很多人争着要 这里就诞生了另外一种打工仔 比打精元稍微高端一些 陆黎上辈子做过一段时间 就是用材料等东西 换取工会积分 然后用积分 去换取技能书和装备 坦白地说 他带的那家工会 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工会 这类对普通玩家 比较稀有的东西 都比较昂贵 难以获得 无论如何 普通玩家都摆脱不了 被剥削的命运 强大的人制定规则 而规则剥削 普通人 陆黎这辈子成为了强大的人 他注定要剥削普通人 这是社会法则 不是他能够改变的 他所能做的 或许就是少剥削一点 让更多的人 得到自己 应该得到的东西 斯泰林的假虫壳 传奇盾牌 挺不错的东西 拉仇恨比较好用 被有形天下拍走了 暗影之意 传奇法杖 比无双城的一个法师 拍走了 卓越 护手 牧师 贴二手套不见 三月宇 用高价积分拿走了装备 剩下的 就没有什么可以分的东西了 剩余的那点时间 该做任务的 做任务 没事的 就回程休整 明天还要 继续打这个副本才行 虽然只剩下两个boss 但是屠龙者的咆哮buff 已经没了 第二天上线 陆离就听到了 童颜无稽 和江南贵族解约的消息 或者说是 新梦青舞和童颜无稽 一起向江南贵族 提出了解约要求 违约金 原本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然而景色无伤 此人质大才输 当年签合约的时候 竟然签了一块 前违约金的特殊合约 目前游戏圈 也确实有一部分合约 属于这种特殊合约 双方说好了 好聚好散 违约金 只是向征兴的收一块钱 一下子 两个明星赛首转会 整个游戏圈都被惊动了 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关注江南贵族 江南贵族 反应的也比较快 联系了平日里 比较相熟的媒体召开 记者发布会 记者会 几乎是和解约新闻同时发布 景色无伤的语气里 失去了往日那种 带着点做足的云淡风轻 他很严肃 且一有所指的指责了 俱乐部明星赛首的失利 比赛打说了 让俱乐部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俱乐部不仅不予追求 还各方安抚 然而 这种大度 并没有换来某些赛首的感恩 他们为了更好的待遇 成为敌对俱乐部的走狗 话虽如此 其实不管他怎么说 都改变不了江南贵族 实力大减的事实 不过 当记者提出这种担忧的时候 景色无伤 却颇为淡定地 公布了一个新消息 他们借着这次记者会 将要和七家顶级佣兵团 签订新的协议 这些佣兵团 将会为江南贵族 提供各种材料 装备支持 而且还有一家佣兵团 负责培训赛首 打比赛 按照景色无伤的观点 江南贵族用一种特殊的形式 摒吞了业内最大七家佣兵团 不管是陆离前世 还是这辈子 江南贵族 都用这种形式 解决了他们的俱乐部危机 只不过这辈子 陆离和景色无伤交锋数次 逼得他提早了至少一年 就把这种合作模式推出来了 这种模式的出现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游戏职业化的形式 很多俱乐部 开始将一些业务外包给佣兵团 比如原材料收集 比如副本记录 比如赛首培训 甚至是打比赛 有的俱乐部名下 开始有了多家战队 而他们和这些战队 并没有直接的从属关系 战队 以这些俱乐部的名义进行比赛 俱乐部给战队 以财力支持和各种资源方便 分钱的人多了 俱乐部和佣兵团要一起分钱 看似增加了俱乐部的资本压力 实际上 把这些琐碎的业务外包出去以后 俱乐部不仅不会减少利润 反而省掉了一大笔琐碎开支 动辄十几万人的大型俱乐部 看似人多势众 其实真正能够为俱乐部做贡献的人 反而不多 很多玩家都是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 但是为了笼络人心 俱乐部还必须养活这些闲人 就算一个人每天只需要俱乐部补贴几十块钱 这样算下来也能够省下一大笔钱 所以 从景色无伤开始 各大俱乐部开始削减旗下工会的人数 一般情况下 都会将总会保持在十万人以下的规模 分会人数更少 这个直接导致各大俱乐部工会招收新人的标准一再提升 负责为俱乐部服务的拥兵团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曙光将游戏职业化和比赛职业化的进程 进一步发扬光大 俱乐部的德鲁伊赛手 达成了一份协议 这份新的合约也是特殊合约 在不直接损害裁决之间利益的情况下 童颜无机可以随时选择离开 陆离对这种要求没有意见 他始终不相信一纸合约 能够真的把一个人约束住 能把人留住的只有这个人本身 如果他觉得俱乐部氛围好 游戏玩得开心 比赛打得舒心 又能名利双收 你就是赶他走他都不会走 童颜无机加盟裁决之间 跟浩三很快就把这个消息放了出来 一时之间 裁决之间的风头完全盖过了江南贵族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一个明星赛手从江南贵族离开 加入了裁决之间 签字费没有增长 反而仅仅处于一种持平的状态 这说明什么 说明裁决之间对童颜无机来说 比江南贵族更有吸引力 这种转会比一般的打广告 都要立竿见影 所以很多俱乐部热衷于从敌对俱乐部挖人 就算付出比赛手价值 更高的花费也在所不惜 和童颜无机一起宣布离开的 这人已经谈好了去处 就连童颜无机影响不了人家的决定 新梦清武去的是红图霸业 他和童颜无机不一样 童颜无机心的身价几乎没有什么提升 他看中的是发展前途 再也不想跟一个景色无伤 这样的傻掉俱乐部领袖 而新梦清武不一样 他这一去身价几乎直接翻倍 现在的红图霸业有钱 就是没地儿花钱而已 至于发展前途 新梦清武也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 新梦清武将会担任红图霸业的队长 全力组建能够由自己一手掌控的红图霸业战队 红图霸业那边为了欢迎新梦清武 也召开了非常热闹的记者招待会 陆离和裁决之间没那么多钱 请记者朋友喝茶 所谓的欢迎仪式只是去酒店里搓一顿 如果非要说还有的话 那就是陆离这个俱乐部老大 亲自下场和童颜无机他们 一起打绝境求生吃鸡 这场纷乱慢慢地平息下来 走了俩明星赛首的江南贵族也没有倒闭 而且看起来活得还蛮滋润 明面上的赢家则是裁决之剑和红图霸业 他们都得到了新鲜血液的入主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两个战队下一次的比赛阵容将会发生不小的变化 陆离现在的工作重心还是在打副本上面 这一天 童颜无机以乃德的职业定位加入攻略团队 参与对黑翼之潮的攻略 他融入的倒是非常快 陆离似乎一点也不怀疑 童颜无机是景色无商派来专门偷学副本攻略的 黑翼之潮的第七个BOSS叫做克洛马古斯 这货就不像前面那撒小飞龙那样了 他是一只无比畸形的双头巨龙 他看起来好像一条狗 克洛马古斯是黑龙王子的终极生化试验作品 无数龙师拼凑而成 身体材料包括了五种属性巨龙的部分 因此具备五种属性的可怕力量 附带十种范围魔法 虽然使用的是双头犬的模型 但克洛马古斯始终坚持自己巨龙的高贵身份 第1504章 克洛马古斯进了副本之后 并不是立刻就能见到克洛马古斯 前面这些隔了一页刷新出来的小怪 还需要清理一下 趁着这个比较轻松的时候 陆离介绍队伍的人给童颜无机认识 其实你大部分应该都认识 还有一些是无双城和微语格的人 陆离说 明白明白 童颜无机点头 然后一一和其他人打招呼 月光 木秋这种和童颜无机都是老熟人了 以前一起吃过饭喝过酒去过大宝剑 现在同归一家俱乐部 私底下自然也少不了喝酒庆祝什么的 这会儿见面 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 主要还是那些没在赛台上见过面的 比如蔚蓝海峰 两个都有些贱气的人 颇有相见恨晚的意味 约好了今后一起出去浪 至于飘零 童颜无机足足看了十秒 看得一向淡定的飘零都开始紧张了 游戏圈的人不管男女老少 基本上都称呼童颜无机叫做鸡鸽 就像她的名字就是鸡鸽那么自然 但是这货该不会真是个弯的吧 自己长得这么美 招水惹谁了 飘零心底愤愤然 哎呀 这就是你们的八将和残梦吧 真猛啊 你们确定他们俩上高中了吗 感觉十二岁都不到的样子 童颜无机惊叹地看着两个小女生 外界已经把这两个女生神话了 八将 踢踏 残梦怒道 什么叫看起来十二岁不到的样子 这是说他们小吗 小怎么了 又没吃你们家大米 蔚蓝海峰下意识地夹住腿 好蛋疼 心好累 梦梦 你不是说踢人不好吗 八将懦懦 他是得鲁伊啊 来和你抢装备的 残梦凑过去窃窃私语 家紧鼓动小八将 去给童颜无机一点颜色看看 他决定了 以后再也不摸得鲁伊的装备 呀 夜色呀 呵呵呵呵 童颜无机浑然不知道 自己刚才得罪了人 正干笑着和夜色打招呼 表面笑呵呵 内心却感慨万千 陆离这货 真心不怕消磨呀 整个联盟就算是血色战旗这种整天和荣耀之都不停厮杀的俱乐部都不敢收留夜色 杀人父母 断人财路 据说这是这时间最大的仇怨 然而抢人的媳妇呢 事到如今 或许在荣耀之都和肖默的眼中 恐怕裁决之剑才是最大的眼中钉 荣耀之都和裁决之剑早晚都有一场大战 不仅仅是因为夜色 还因为陆离的野心表露得实在太明显 他显然不是一开始那个志向赚点钱给妹妹看病的陆离了 不过童颜无稽并不为此担忧陆离都不担忧 他担忧个什么劲 再说了 他的之所以选择陆离 陆离的野心显然占据了主要的分量 童颜无稽不缺钱 混了好些年职业圈 而且混得还不错 早就赚得差不多了 他需要的是那种登顶的荣耀 看看其他的那些俱乐部 连和肖默作对都不敢 还敢说要登顶 所以 他选择裁决之剑也不是随便选的 并不是陆离虎区一阵就完事了 也不是和陆离玩游戏很愉快之类的理由 虽然和陆离一起玩游戏 确实玩得很爽 克罗马古斯所在的地方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实验室 实验室给人的感觉都是狭小阴暗的 但是这里 却宽敞得吓人 几具巨大的尸体摆放在角落的位置 这些尸体有的地方露出来 森森的白骨 有些地方 还有血肉 从腐烂的皮肉 还能看出这些尸体不同的肤色 中间的位置 是一个暗红的血池 还有一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工具 整个实验室给人的感觉 就是阴森恐怖 令人不寒而栗 是巨龙 死去的巨龙 奈法利安制造了克罗马古斯 这里就是他的 试验所 他就趴在最中间的血池中 外形就是一只双头犬 然而 他的身躯在某些方面 也具备了巨龙的特质 或许是此前的小红龙后面的四个boss 让大家觉得没什么难度 所以这个时候的开荒团的人 都显得很轻松 那状态 就好像克罗马古斯 已经是囊中之物 他们就差没有提前商量 怎么分装备了 沙漏都捡了吧 陆离叹了口气 新说等会 你们就知道厉害了 一路小怪亲离过来 他早就吩咐大家 把所有的沙漏都捡起来 都捡了 残梦专业摸尸体小能手 清理小怪的时候 他是基本上不打怪的 他的小红手 不仅体现在boss方面 如果别人能从小怪身上 摸到一卷布 那么他至少能摸两卷 这种噩梦难度的手杀副本 他甚至能从小怪身上 摸到暗精装备 裁绝之剑仓库里 那些暗精装备 相当一部分 都来自于那些小怪 这么多啊 陆离看着交易过来的 大概300多个沙漏 有点小小的惊讶 幸好这种东西100个一组 不然根本装不下 沙漏的说明文字很简单 使用 为使用者治愈 龙血之痛 青铜 是接下来这个 boss科罗马古斯 一个技能的解药 没有这种道具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打这个boss 科罗马古斯技能繁多 能够影响全团的 debuff就有五种 首先是 龙血之痛 青铜 随机使玩家的 无法行动4秒 这个debuff 没有属性 也就意味着 不属于疾病诅咒魔法的 任何一种 这招 就必须用小怪掉落的物品 沙漏来解除 陆离给 MT人首分到10个沙漏 牧师 人手5个以上 其他职业 也都有2 3个 真正使用 是用不了这么多 但是3 50个 还是需要的 这也就意味着 大家只有5 6次的机会 一旦沙漏用完了 就再也不能继续这个boss了 前面的小怪却实在刷新 可是这种刷新速度 非常的慢 就算刷 几天 也未必能够刷出来 这么多的沙漏了 龙血之痛 黑 受到火焰攻击的 伤害增加100% 这个属于诅咒 法师和德鲁伊 都可以解除 龙血之痛 红 每3秒50的火焰伤害 可叠加 这个属于疾病 技能危害不大 圣骑士和牧师 可以解除 龙血之痛 蓝 移动速度降为70% 施法速度降为50% 每1秒减少50点魔法值 圣骑士和牧师可以解除 这个是有魔法条的职业 最头疼的技能 尤其是猎人 经常会给这个debuff抽干 需要迅速驱除 而对近战职业 则基本无害 龙血之痛 率每5秒250的毒性伤害 中毒 由德鲁伊和圣骑士解除 矮人的石像状态 也可以免疫 中毒后血掉得非常快 所以解毒必须迅速 这5个debuff 是boss的难点 此外 boss有5个 AOE技能 分为时间流逝 冰霜灼烧 点燃躯体 腐蚀酸液 烧劲 每次战斗它 都会从中选取两种来释放 冷却时间为1分钟 两种AOE分开计算 这些AOE伤害都比较高 因此除MT外 其他玩家要注意躲避 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 时间流逝 这个技能 会把玩家定住 仇恨暂时清空 当MT中招 boss就可能会跑去 找远程和治疗的麻烦 因此 有时间流逝的 战斗需要多名MT参与战斗 没有人知道 boss会随机使用哪一种AOE 所以这个boss也必须安排 多名MT参战 陆离众生纳会 这个boss已经被削弱多次 那时候 一般是安排两名MT 陆离看到的攻略上说 前期开荒的时候 甚至带四个MT参战 他的开荒团 就没必要了 蔚蓝海风 飘零 有形天下 这三个装备好 技术强 不说一个顶俩 至少三个人比起其他任何俱乐部的四个MT都要强一些 陆离必须保障牧师 圣骑士 德鲁伊这三种能够解除debuff的职业数量 而且由于技能多的原因 科洛马古斯所能造成的伤害 也是很恐怖的 治疗职业又要加血 又要时刻关注解除debuff 压力不是一般的打 至于其他输出职业 现在也没有昨天那么强悍了 毕竟昨天 还有屠龙者的咆哮 盗贼和狂战士 没办法保留那么多 尤其是狂战士职业 只留下了两个 盗贼去掉陆离的话 也只有水精灵 先红右远 该隐的左手 值得一提的 还有猎人 如果没有猎人职业 来用名神射击安抚boss 激怒技能 那根本就没有任何通关的可能 陆离给团队设定的是 六次机会 前面三次试探boss的技能 后面两次尽可能的打配合 最后彻底解决boss 其实 如果六次打不过去 也不至于就束手无策了 他之前让工会里刷黑下副本的团队 注意收集蜘蛛丝囊 能够驱出一个中毒效果 那玩意 不仅能够对付龙血之痛 青铜 连龙血之痛 率也能发挥作用 只不过蜘蛛毒囊的掉率实在太低 不像沙漏这样 一下子就搞了几百个 这么多团队 每周刷黑石塔下层 裁决之剑库存的蜘蛛丝囊 也就百十个 能够支撑两次开荒就不错了 第1505章 红手开怪 风手 开怪吧 陆里的内心可不像表面那么平静 他希望那个五个随即出来的两个 AOE技能能够友善一些 我上哦 蔚蓝海风甜甜嘴角 跃跃欲试 等等 陆里连忙出声喊住蔚蓝海风 他神色微动地走到残梦的身边 梦梦 你上去打他 啥 残梦瞪圆了 原本就圆溜溜的眼睛 那小表情是无比的惊恐 为什么让他这个弱不惊风 需要靠宠物保护的小猎人去招惹BOSS 而且 他还是一个小女生嘛 听我的 你上去开怪 然后把怪物导给封烧 记得 假死 陆里哄骗道 好吧 残梦点点头同意下来 之前也不是没有猎人开怪的心理 不过 绝对不是现在这种BOSS趴在大厅正中央的地形 既然陆里要求他这么做 小猎人 还是挺听话的 一键设在BOSS的脚趾甲上 第七号 BOSS科罗马古斯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微微垂下视线 火焰阴晕地眼眸死死地盯住了小猎人 小猎人翻了个白眼 趴击 一下栽倒在地 就好像突然死了一样 这时候BOSS的目光就转向了蔚蓝海风 谁让残梦临死之前 误导了蔚蓝海风呢 于是 蔚蓝海风在陆里指点的位置接住了BOSS 好了 就这么开始吧 陆里满意地点点头 示意残梦不必继续装死了 快点起来干活 他之所以让残梦开怪 而不是 让开怪更稳当的 蔚蓝海风 其实是希望残梦的小红手 能发挥一些威力 最起码不能随机到时间流逝和点燃躯体 如果随机到了这两个技能 陆里他们这周就不用费劲了 很多工会在新CD的时候 看到七狗 第七号BOSS 长得好像一条狗 因此得名 随机出来的是 时间流逝和点燃躯体这两个 EOE技能 直接就放弃黑一只朝后面两个BOSS不打了 只有少数一些强悍的俱乐部 才有实力打时光加点燃 就算今后把这个BOSS削弱了 也不见得能有多少工会 敢正面刚BOSS的这两个技能 关于这个副本 有一段顺口溜 门神三自然 时光加点燃 奈法红与兰 本周全玩完 这里面时光加点燃 说的就是七狗的这两个技能 当然 如果是点燃躯体和腐蚀酸液的话 照样一周都有可能玩完 因为这俩技能倒替比较多 残梦是小红手 幸运值老高了 陆里抱着万一拥有他的心理 干脆让残梦开怪算了 克罗马古斯主要还是由战士T来抗 他的普通攻击比较一般 如果不进入激怒状态 身上又没有debuff的话 蔚蓝海蜂这个层次的MT 甚至不需要开什么减伤 就可以从头踢到尾前提是 BOSS不会使用时光流逝技能 时光流逝 晕机 目标血量减少50% 暂时失去部分仇恨 并永久失去一部分仇恨 效果过后 补回部分仇恨及50%HP 这个技能并没有伤害 但是却会混乱仇恨 再配合上点燃躯体 假如没有人把仇恨快速地抢回去的话 MT之外的玩家会死得基本上不剩几个 最先出现的并没有 EOE 主要是那五个龙血之痛 我 一个龙血之痛 青铜外加龙血之痛 绿让三个人挂掉 其中有一个牧师 陆里还能说什么 他也很无奈啊 这才刚刚开始 大家没反应过来 似乎也挺正常 他其实也有错 他认为最初期的龙血之痛 青铜并不一定要用沙漏解除 反正BOSS被拉得很稳 也没什么AOE技能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龙血之痛 青铜能够晕眩玩家3到4秒 这期间玩家无法移动 就算后面被添上其他的debuff 也不见得会死 那必须有一个前提 就是 这几个人的血量比较满 站位 注意一下你们的站位 MT身边不要占人 陆里按耐住性子 这个BOSS的AOE技能 还没用出来 现在不能乱了方寸 慢慢来吧 这才一开始 飘灵似乎觉察到了陆里 对这个BOSS的忌惮 他试图安抚一下陆里的情绪 不管这个BOSS有什么来头 有什么绝招 大家必须一点点的试探出来才行 现在已经知道龙血之痛 青铜必须立刻解除 假如中招的人血量不满 诱中了其他龙血之痛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几个人一起秒杀 就像刚才那三位一样 注意一下变蓝的人 圣骑士牧师德鲁伊记住 你们自己的任务 激动的也帮忙看一下 陆里继续指挥 龙血之痛 蓝对法系来说简直致命 移动速度降为70% 施法速度降为50% 每一秒减少350点魔法值 这个Debuff危害 属于除了青铜之外最大的 它虽然不会直接造成伤害 却会消耗法系的魔法值 也会让玩家的走位 因为移动速度的降低而跟不上 以前也不是没有能够 给玩家加Debuff的Boss 那个时候 也必须快点反应过来 采取措施 但是能够一下子 给玩家上这么多种类 这么密集的Debuff 还是头一次见 德鲁伊圣骑士牧师 包括接触诅咒的法师 都被陆里指挥得一愣一愣的 他们也在全神贯注地 准备着使用技能 但是每一次 似乎都慢半拍的样子 而且 他们这样 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本职任务 比如输出或者加血 激怒 Boss在读条激怒 我操 我没蓝了 胡子喳喳很郁闷 他就是所谓变蓝的人 中了之后 过了两秒才被解掉 这个魔法 猎人职业 本来就没什么蓝 加上之前输出消耗的 这会儿 虽然连一个凝神射击 都释放不出来了 不管是什么 Boss 猎人都有任务 关注Boss 是不是会激怒 一旦出现激怒 就要他们这些猎人出手 这就像是法师 必须要关注一下 杰诅咒一样 梦梦准备 射他 陆里喊道 残梦释放了这个技能 成功地将Boss 安抚住 一旦激怒 基本上也就等于 团灭 第一阶段 这是最直接有效的 团灭状况了 给胡子喳喳 插一个回蓝图腾 下次记得直接吃药 你们两个猎人 不要使用技能输出了 梅兰就用葵蛇钉刺 吸蓝 就给我盯紧了 Boss 千万不要让他给我激怒了 陆里松了口气 前面死了三个 其实不算什么大事 他又没打算 第一次就解决Boss 最怕的是 Boss激怒狂暴 那基本上 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两个猎人都该用平射 也就是普通攻击 没有任何魔法消耗 他们的宠物 可以随意输出 这样能够确保 猎人还有一定的输出量 而且陆里 还专门制定了人看他们 一旦变蓝 就会立刻帮他们解除掉 猎人那么点魔法 实在经不起折腾 再怎么说 大家都是经过 小红龙洗礼的团队 真配合起来 还是没太大问题的 虽然中途死了不少人 但终究还是稳稳地 进入了第二阶段 冰霜灼烧 对所有敌人造成 1749点冰霜伤害 吸取1749点法力值 并使其攻击间隔 延长400% 持续15秒 第一个 AOE技能出来 是冰霜灼烧 让陆里稍微 松了一口气 第1506章 时光加灼烧 不是时光流逝 不是酸炎 不是点燃 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 虽然灼烧也很让人头疼 1500的伤害 1500的魔法灼烧 还有攻击间隔延长 400% 不过 目前玩家的血量 基本上都在三四千以上了 1500的伤害 不足以致命 既然不足以致命 那治疗就可以加得过来 比较麻烦的是魔法灼烧 法师术士地中了这种 都会觉得痛苦 更别说魔法比较少的职业了 幸好这个技能 30秒使用一次 而且它的作用范围 是一个直线方向 也就是BOSS的前后 只有处于这条线上的人 才会中招 并不是所有的玩家 都要被烧掉1500的魔法值 技能生效之前 有一定的预兆 有些反应快的玩家 可以提前躲避 此外 这个阶段 科罗马古斯还开始变色了 不同的颜色 对应不同的抗性 玩家 必须针对抗性 来选择攻击的技能 如果是暗抗的时候 暗幕和术士就 必须使用非暗影攻击的技能 不然打BOSS 并不比脑痒痒更有利 大家一开始看到 BOSS变了颜色 都有些愣神 以为BOSS 又在憋什么大招呢 这里也就只有路里才知道 科罗马古斯有什么技能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他们并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有可能根本觉察不到 需要一个发现的过程 然后不用路里提醒 他们就自己发现了 BOSS变色所导致的抗性变化 两个技能丢BOSS身上 那伤害的差距显而易见 很快第二个 AOE也出来了 是时光流逝 路里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啊 就算是系统亲闺女 也不过能亲而一举地 BOSS时光流逝这个 AOE最难对付 不是说他伤害有多高 而是他会晕血目标 清空仇恨 有时光流逝和没有时光流逝 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没有时光流逝的话 科罗马古斯就是一个Debuff 稍微多一点的BOSS 只要及时地接触Debuff 他并不比之前的几个BOSS更难 但是有了 时光流逝就不一样了 这个技能颇有些 让他向小红龙看齐的架势 不过幸好不是时光加点燃 或者时光加酸液 不然难度不会比小红龙差多少 陆离他们现在可没有打小红龙时候的实力 那时候他们全体都有屠龙者的咆哮 BUFF 强大的自己都有些膨胀 时光一出手就只有木有 团灭只在BOSS一念间 三个MT当时都有点懵了 还有一群近战职业 甚至连远程都被波及到 晕眩在BOSS战中是一种很致命的东西 这技能太强悍了 复活重来 蔚蓝海风心有余悸 打得不错 下次注意就行了 基本上该有的技能都被摸索出来了 而且 每一个技能的效果也都了解清楚 陆离对第一次打成这样已经很满意了 沙漏用得好快 飘灵表示很无奈 其实BOSS血量在一开始的20%阶段 没必要全都用沙漏 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我感觉BOSS也不是很难的样子 就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配合着 发挥到最好 你说的没错 等一下要是觉得还行 就可以少用一个沙漏 陆离表示同意 如果碰到的是时光加点燃或者酸液 飘灵估计就不会觉得BOSS不是很难了 沙漏剩下来并不是一点用都没用 后面的人下副本的时候可以用 第二次也顺顺利利地打进了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的难点就在于 各职业及时解除龙血之痛 就算不能全部解除 也最好能够解除被大家威胁最大的那些 除此之外 还要保持一定的输出 毕竟由于魔法灼烧存在的原因 还有BOSS经常改换 抗性 大家的输出机会并不是无限制的 陆离现在的开荒团 相当一部分都是赛手 而且还是明星赛手 陆离 三月雨 月光 致命金裤衩 青橙雨 星星喃喃 水精灵 狮斋的蚊子 只剩半支烟 专职辅助 十多个赛手 就算是比赛场上都非常少见 赛手的输出 不见得比花底离情之类的PV高手厉害 但是他们眼疾手快 操作意识超强 这种随手解除 Debuff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所以第二次战斗的时候 第一阶段根本就没有任何人 因为Debuff而挂掉 陆离战的本来有点远 但是当时光流逝出现后 他偏偏凑上去 吃了这个技能 时光流逝 晕机 目标血量减少50% 暂时失去部分仇恨 并永久失去一部分仇恨 效果过后 补回部分仇恨 即50%HP 先是一个短暂的机晕 然后陆离的血量搜的一下 就少了50% 陆离开启了爆发技能 完成度 也尽可能地往高了打他的强化影席 本来就比普通技能输出强 完成度打高了的话 妥妥地比终结技还要厉害 一般情况下 他根本不敢这样用 毕竟BOSS一旦OT了 即便不团面 也能瞬间秒杀他 因为要指挥的原因 陆离的输出原本非常低 尤其是秒伤 基本上排在最后的位置 但是现在他的秒伤搜的一下 就窜到了第一的位置 总伤害也在缓慢地积累 按照这个架势 估计几分钟就能进入前列 陆离你干什么 注意别OT了 刚刚从有形天下 结果BOSS的蔚蓝海风 被他吓得心惊胆战 他才刚刚积累一定的仇恨 其他人都放缓了 停手了 可是陆离偏偏反其道行 你看看我的仇恨 陆离很淡定 大家关注了一下仇恨值 才发现 陆离的仇恨值 依旧是垫底的样子 虽然他的秒伤 已经高得吓人 近战物理职业 可以吃一下这个时光流逝 会清理一定的仇恨 陆离说道 大家恍然大悟 看来这个技能 还有一定的好处 不过 当技能的效果消失之后 仇恨还是会补回来一部分的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如果还是像刚才那么 啊 七狗就会教你怎么做人 陆离显然不会犯这种错误 他还不忘提醒一下 其他人 大家只觉得 他观察入微 并不会怀疑什么 两个AOA让大家苦不堪言 不过也就是苦不堪言而已 只要还能继续挤出一点魔法值 就不至于会团灭 这个时候 就能看出装备好的优势了 每当大家觉得 几个治疗要玩完 他们总能冒出一些新的魔法值出来 尤其是三月雨 童言无忌 星星难难 夜色 用最合适的技能治疗 在最恰当的时机治疗 尽可能多地保存实力 至于小八将 他似乎更不会担心魔法的问题 据说他的心脑壳 不仅能够反弹伤害 而且还能 每五秒恢复20%的魔法值 妥妥的一个涌动机 第1507章 七狗浮诛 第二次团灭的时候 队伍终于打进了第三阶段 这一次团灭 完全属于运气不好 BOSS释放AOE 中招的居然是好几个治疗职业 比较凑巧的是 同一时间又出现了一堆Debuff 在救自己和救目标之间 选择难免会慌乱一些 等到慌乱结束之后 已经没多少人 还站着了 减员意味着团队 整体战斗力减弱 这还不算完 如果是被Debuff杀死的话 BOSS还会恢复一定的血量 第三次开始之后 陆离安排了辅助的人员 他们专门看治疗职业 及时解除治疗职业身上的Debuff 这种BOSS陆离 是不可能让大家 用暗月卡片之类的保命道具的 那玩意最好留给奈法利安 有了前面的经验 开局就顺利多了 除了飘灵接怪的时候 秀了一把操作 让BOSS跑了一小段距离 才极限地拉回来 拉住了 别让BOSS乱跑 陆离抹了一把冷汗 幸好飘灵 最后还是拉住了BOSS 不然BOSS就直奔三月雨和夜色去了 不管是攻击力多普通的BOSS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 秒杀三月雨和夜色 更别说他们周围 还有一群远程职业 可能会被波及 放心好了 我拉怪你还担心什么 飘灵表示自己 不应该受到质疑 反正你们萨拉好怪 谁出的问题 就扣谁的分 陆离哼道 呵呵 你能有点心意吗 动不动就扣分 飘灵打这个副本 已经被扣过分了 非常痛恨扣分这种制度 现在她几乎不敢出错 不然DKP都不够拍装备 说起来 她身份也挺尴尬的 说是MT吧 不是最主要的那个 所以有MT装备 会优先蔚蓝海风 而且她还不是赛手 赛手的优先政策 汇集不到她身上 她只能靠着DKP自己拍装备 陆离和她交情好也没办法 毕竟陆离也要扶重 不过 这个团队里除了飘灵 就没有防齐了 也算是对她的一个照顾 而且 飘灵再怎么也是高层 一般情况下 其他人也不太可能和她抢装备 天下注意一下准备 接仇恨 陆离计算着时间 提醒有星天下 幸好安排了三个MT AOE释放的频率太快 换T的频率也相应的加快 两个T根本就不够用 三个MT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蔚蓝海风中二 飘零散漫 有星天下 就比较像一个正常的MT了 严肃认真 完完全全地贯彻陆离给出的任务 这样的人 或许办不到自发的旧场 但是至少她是一个很合格的MT 近战吃一下技能 全速爆发 争取这波技能结束的时候 进入第三阶段 陆离扫了一下BOSS的血量 给大家设立了一个小的目标 时光流逝再次出现 这一次 还真如陆离所料的那样 打进了第三阶段 争取把这个BOSS过了 陆离看了看存留的队友阵容 觉得打过去完全不成问题 三个T一个都没挂 治疗也就死了两个 剩下的妥妥能够支撑下去 负责解除Debuff的人手也够用 专业的判断力 让陆离瞬间 就有了这一次把BOSS击杀的觉悟 唯一可虑的 也就是最后阶段的狂暴而已 事实上 小红龙之后的这几个BOSS 他们最终的狂暴 都不算什么 尤其是克罗马古斯 前期的这些技能 比狂暴厉害多了 毕竟狂暴只是BOSS攻击力 和攻击速度的暴增 七狗之所以变态 和他自身的攻击力 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就算攻击力暴增 也达不到小红龙那种水平 暂时注意一下 血量可以斩杀了 MT注意BOSS狂暴 最后关头都别放松 阴沟里翻船的话 损失就大了 陆离做了简单的最后动员 两分钟之后 第三次团战的陆离等人 就取得了胜利 有点意料之外的顺利 但是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毕竟不是最强的技能组合 只要了解BOSS的几个技能特征 然后配合的好一些 再加上一点点运气因素 击杀BOSS完全不成问题 假设一下 如果是时光加点燃呢 陆离觉得他们的沙漏 估计都不够用 而且还有可能搭上备用的蜘蛛私囊 或者干脆就别折腾了 直接等下周星CD再打 这并不是开玩笑 如果真的碰到时光加点燃 或者酸液 陆离是真的打算放弃的 裁决之剑和财大气粗 半点也沾不到边 这样一场战斗好几百精力的消耗 要是像小红龙那样 打个几天就得不偿失了 至于手杀的问题 陆离是一点都不担心 他会担心之前的熔火之星 或许还会担心之后的什么副本 但是唯独不会担心黑翼之潮 就算他们现在就回去喝酒狂欢 也丝毫不会影响黑翼之潮的进度 因为其他俱乐部 全部都被卡在小红龙那里 丝毫不得寸进 陆离估计他们至少 也要在那里卡至少两周 毕竟其他俱乐部 现在都没有屠龙者的咆哮 buff了 但是 没有人会嫌弃副本打得快 早点把七狗干掉 就可以去推奈法利安 还有几天就是东华杯比赛了 陆离虽然不见得一定要上场 可是作为俱乐部老大 他必须去关注一下旗下赛手的表现 摸装备吧 陆离一边让大家修装备 一边让残梦去摸尸体 由于BOSS难度的关系 几块宝石的属性都比较不错 陆离拿到了一个加闪避的石头 效果是降低被暴击的概率和伤害值 他打算镶嵌到裤子上面 不同的石头需要不同的装备对应 虽然没有那么严格 但是如果你把一个加移动速度的宝石 镶嵌在帽子上面 那效果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技能书倒是出了一本强化技能书 是圣骑士的输出技能 一人泪撇 绕纸肉散进架 才拿到了技能书 目前强化技能输出的几率非常小 除了少数高难度稀缺任务 野外BOSS 就只有困难程度的大型副本 才有概率出产 只要能拿到技能书 付出的代价再大 其实都不会亏 一人泪撇绕纸肉一路走过来 很少会出手拍装备 等的就是这一刻 毕竟好装备 他可以在外面砸钱买 而强化技能书 确实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就算是最垃圾无用的技能也一样 第1508章 原汁壁垒 其他圣骑士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任谁也不想放过这样一本强力的强化技能书 但是没人家DTP多 能有什么办法 陆里也没啥好说的 其实他有些忧心 这本强化技能书 已经让大家这么死逼了 后面如果出 阿神坎迪兄弟会之剑 这种级别的东西 该怎么办 要知道 AL1出 再无兄弟这话 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把传说级别的双手剑 不仅造型哭到没有朋友 属性更是逆天 其中特效 斩断 能够将对手一刀两断 虽然触发几率有些感人 但是仍然无法否认 它是少数几个 能够秒杀玩家的神级特效 别都不说 这把剑只要拿出去卖 立刻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辛辛苦苦拉扯一个团队 累死累活一年 又能赚几个钱呢 所以团长直接就把 AL给黑了 拿去卖掉 立刻就成了土豪 谁还管什么骂名不骂名 有时候 团长就算自己不黑 可团队里的人和自己关系 总有远近亲疏吧 两个圣骑士都需求的话 为什么不分给和自己关系更好的 至于理由总能找得到 而且没拿到装备的布服 又能怎么样 大不了他离队走人呗 只要团队实力能够打得通黑一支潮 又怎么可能会找不到一个圣骑士 似乎被分罢刺激到了 这回黄金装备暗金装备 基本上都没人拍了 要么就是基础分拿走 要么就是留拍 陆离不在乎留拍 拿去放工会仓库大把的人要 这些暗金装备 在目前的装备市场上不是主流 不是说他们比较差 而是比市面上的装备高出了一大截 其实这些黄金装备 都要比市面上的装备好 再怎么也是60级噩梦难度 大型副本出产的装备 市面上比较极品的 是精英难度的黑石塔装备 还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大工会的精英团 一般都要求打噩梦难度 但是那些普通玩家 根本就没能力打噩梦难度 他们一般都会打困难程度 有些生活玩家 偶尔也尝试一下副本 就会打精英难度了 埃瑟利·苏尔 承戒之弩 终于开始出传奇装备了 第一个就是武器 而且还是比较顶级的传奇武器 好的有些出乎路里的预料 埃瑟利·苏尔在龙语之中 是承戒之弩的意思 据说是死亡之意 锻造了这把弩 送给他当时 还是一只幼龙的儿子 奈法利安 当时叛逆的奈法利安不听话 被他老爹打得吐血 这些龙血也没有浪费 成了锻造这把武器的材料之一 因此这把弩的名字 就叫做承戒之弩 它代表着一个父亲的严厉 还有对儿子未来的期许 此成复业 随着死亡之意的退役 曾经无比崇拜的父亲 已经成了他独揽大权的障碍 不知不觉中 奈法利安开始清除 父亲留在他生活中的痕迹 埃瑟利·苏尔承戒之弩 被他赏赐给了自己 创造出来的多彩龙克 洛马古斯 整个60年代的猎人武器中 这把弩排名第五 而在黑翼之潮都没有打通的 现在 这把弩毫无疑问 是目前猎人最好的武器 猎人职业出分吧 其他职业就算了 能用弓弩的 其实不仅仅是猎人 盗贼战士 也都能够被一把弓弩 然而 承戒之弩这个级别的装备 给战士实在是太浪费了 它应该在猎人的手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好想要啊 蔚蓝海蜂善善 收回了想要出分的爪子 这把弩 不仅能够给他增加一些属性 还能让他的输出增加一些 在嘲讽技能差不多的情况下 攻击力强 其实也是仇恨稳的一个因素 三个 猎人面面相去 最终都没有谦让 不管他们手上的武器有多好 换了承戒之弩都会提升一大截 而一直以来不怎么热衷于装备残梦 却是一个非常喜欢用弩的人 目前他手上是一把猎枪 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吵了 三个人一个接一个的出分 很快就把这把武器的分数 推上了100以上 终究还是残梦的分比较多一些 而且 其他两个猎人 也不想欺负小女生 最终残梦拿到了这把造型 还算不错的弩 不过他出的分也不少 下次他可能就拼不过别人了 原本的猎枪被他贡献了出来 非常不错的传奇装备 比其他两个猎人的都要好 人比人气死人 淘汰下来的装备 都比其他人好 这种淘汰下来的装备 也不是白送的 一般情况下 如果需求的人多 就比如现在是两个猎人需求 那么这两个人就可以出分拍 最终的分数会分给残梦 不过这种淘汰下来的装备 一般都拍不出多少分 如果只有一个人想要的话 那么就是新的装备 三分之一的分数 双方有任何一方 不接受这种方案交易 都会破产 凌风趁肩 血腥厮杀 最后还有一件装备 原汁壁垒 陆黎看到这件装备 顿时就松了口气 这个boss果然好肥 这一次的副本没有白打 如果噩梦难度的手杀 只出个惩戒之弩 那还真的有点坑 但是除了原汁壁垒就不一样了 这可是赫赫有名的狗盾啊 盾牌在副本里出的比较少 但是价值却非常大 它是MT的象征 守护整个团队 游戏卷里点评一个MT 除了这个MT 曾经有什么战绩 比如大家提起有星天下 现在都会说 它参与了噩梦难度 熔火之星的手杀 所以它的名气也起来了 然后就是这个MT 手里拿的是什么盾牌了 这面原汁壁垒拿在手里 正常情况下 大家都会认为你 参与过对克罗马古斯的战斗 而且还取得了胜利 至于买一块原汁壁垒拿在手上 这只能说你才大气粗了 这面盾牌是风少的 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50分好了 陆黎没有让这件装备 进入初分拍卖流程 直接就决定了装备的归属 其他人神色淡然 就连无双城和威宇格的几位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在开荒团中 原汁壁垒这种战略性装备 当然不可能像普通装备那样 大家都可以除分 不过陆黎也没有太过分 他直接扣了蔚蓝海峰 150分的DTP 刚才残梦拿到承戒之母 也就这个水平 很少有超过200分的装备 陆黎为水精灵拍灰黑长袍例外 到此为止 黑一只巢便只剩下奈法利安了 第1509章 赤后小队长 奈法利安作为黑一只巢的最终BOSS 自然具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 这个BOSS和小红龙不一样 小红龙是你该过不了 就过不了 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决 但是奈法利安的话 就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在这个BOSS这里 你可以选择砸钱 前提是你非常的有钱 陆里有没有钱呢 有 虽然不多 但是打一个副本完全没问题 而且他最多 只需要付出三分之一的消耗就可以 魏宇格和吴双城 显然更乐意用钱来解决问题 大量的机械假人 大量的药剂 尤其是暗抗药剂 只要这些东西砸出来 奈法利安的难度 甚至比小红龙还要低很多 话虽如此 想要一次不灭地干掉奈法利安 显然更不现实 陆里并没有指挥奈法利安的作战 一开始 要摸索BOSS的技能等机制 有他没他 没什么区别 他让微云弹月和飘灵配合着指挥 他必须去暴风城的军部 去一趟 军部三天前下达了诏令 要他这个少尉军官前去报到 尽管知道这个官方授予的军衔不简单 但是陆里的根本 还是在他的开荒团 之前 副本正式紧要关头 自然不可能丢下一切去 所谓的军部报到 现在 其他俱乐部都卡在小红龙 而奈法利安 也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所以他可以放心地前往暴风城军部 接待他的 是一个少小军官 灰白的头发 脸上还有一些皱纹 体魄 也不是正常军人那种健硕的模样 虽然谈不上臃肿 但是陆里猜想 对方至少应该有好些年头 没有碰到刀枪了 你可以叫分科少校 我这里有两份派遣书 伯瓦尔福塔根公爵大人表示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份 老军官眼中带着一丝羡慕 能够得到摄政王大人的亲自关照 这是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一份是第七军团资重营书记官 算是一个不错的文职 不仅有丰厚的薪水 而且也有油水可以捞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让陆里以NPC的身份 发布后勤任务 玩家可以在他这里领取任务 然后上交各种战略物资 从而获得大量的声望值 这个NPC身份和他的技能导师不一样 技能导师他谁也不敢告诉 这个却可以光明正大的便宜自己人 在强化技能最受高端玩家追捧的 现在 声望值无疑是技能点外最值钱的东西了 陆里没有急着答应 而是打开了另外一份任命书 第七军团前锋迎斥后小队队长 一个高等士兵就可以担任的小官 从级别上说 当然是书记官的等级更高更体面 从危险程度上来说 这个斥后小队陆里总 感觉可以写成炮灰小队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探路 然后你死了 后方的人也就心里有数前方有敌情 很难选择是吧 其实书记官不错的 这是公爵大人对你的爱护之心 老军官由衷地说道 别看他是一个少校 级别比陆里高了好几级 但是他 现在不过是一个养老的职位 称呼他是传令兵 都不侮辱他 谢谢你 长官 陆里摇摇头 将书记官的任命输定了回去 我想我还是选择去当一个斥后好了 至少可以发挥我的特长 我是一个前行者 注定在阴暗中行走 书记官不适合我 老军官张张嘴 似乎一时半会 还接受不了陆里的选择 事实上 一个冒险者少尉小官 安排去做斥后冒风险 这才是军部一贯的作风 那份书记官的任命输 也只有贵族里的掌权者 才有资格签发 事后小队长 陆里紧了紧手上的任命输 心底还是叹了口气 这玩意确实没有书记官的含金量高 但是他再怎么 也不可能去选一个文职吧 真要是选了 伯瓦尔弗塔根公爵 嘴上不说 心里估计也会看不起他 要是温德索尔元帅 还在就好了 他比伯瓦尔弗塔根公爵 更了解陆里 也更能够为陆里着想 可惜 温德索尔元帅不在了 在黑龙的烈焰之下 终究没能改变温德索尔的命运 那时陆里是第一次 把一个NPC当成朋友 丛林守护者雷姆洛斯 对他也很好 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 总是带有明显的阵营差别 很多事情都在提醒着 陆里雷姆洛斯是一个NPC 是一个半神的儿子 是一个慈祥的长者 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想伯瓦尔大人 会非常欣赏你的英勇 老军官带着一点嘲讽的语气 幸灾乐祸地说道 这样一个肥差都不要 这小子一定是个傻叉 请问 我应该向谁领取任务呢 陆里问道 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一些 有价值的任务 联盟和部落联合起来 抵抗瘟疫的蔓延 这场属于NPC的大战 玩家随便参一脚 都能赚个盘满波营 符文是个好东西 这个任务卷轴会随时告诉你 应该做什么 而你所做的一切 也会记录在卷轴里面 老军官履行自己的职责 感谢您的解答 我似乎可以招募自己的伙伴 陆里看了一下任务 卷轴上的第一个任务 这显然不是一个 独行盗贼能够应付的行动 让它潜入西瘟疫之地 破坏一个诅咒神教的仪式 这次官方推行的游戏剧情 主要都发生在瘟疫之地一带 50级地图 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 游戏更新之后 瘟疫之地和周边的几张地图 就成了目前的玩家禁区 这里刷新了大量的新怪物 原有的怪物 也进行了一个暂时的升级 更有大量的BOSS分布 狂风军团和黎明之翼 两家俱乐部 本以为可以杀这些野外BOSS爆装备 却被打得满地找牙 不仅仅是强悍 而且极少有落单的BOSS 随随便便出来一些小怪 都能对战局造成巨大影响 狂风军团派出的两个百人团 全军覆没 只逃出来几个盗贼 黎明之翼稍微幸运一点 他们在边缘区域作战 联盟的一个巡逻大队 凑巧路过拯救了他们 当然 您可以获得四名赤后士兵的援助 也可以自己从冒险者群体里招募 老军官详细地解释了一下 并且拿出来一个单子 让陆黎挑选 陆黎看了之后 只想骂娘 为毛他这个第七军团的 赤后小队长 不能招募第七军团的士兵 他所能招募的 都是些什么玩意 与其是士兵 还不如说是农夫 而且是 刚刚被招募进军队的那种 第1510章 还需要一个治疗 孩子 这是第七军团 老军官一扫之前的颓废 非常严肃地说道 你知道最初的第七军团 是怎么构成的吗 不等陆黎反应 他就开始给陆黎 科普关于第七军团的来路 随着铁马兄弟会人数的锐减 远征军穿越黑暗之门后 造成的损失 联盟的军力产生了一个真空 于是第七军团才应运而生 不同于本身定位 就是精锐部队 从部落军中 万里挑一临选而成 并直接听命于 大酋长意志的库卡龙 第七军团 是逐步成长为精英的 他们是联盟标准 制式军团 经历了无数血战 坚定的步伐 踏过了艾泽拉斯每一个角落 他们曾与恶魔作战 与一种重厮杀 与天灾部队抗争 而如今 他们依旧保卫着联盟的安全 从战斗力方面来讲 第七军团在联盟军队中脱颖而出 但是这些第七军团的战士们 并没有什么高贵的出身 他们最初大多来自洛丹伦 洛丹伦在荒废之后 成了一个阴风呼啸 遍地恶魔的地方 大多数的幸存者 都迁往了南方 但剩下的一部分 跟随着吉安娜女士 和他从库尔提拉斯 带来的忠实卫士们 前往西部 其他伴随者 还有类似吉尔尼斯战旅之类的武装 这个人类矮人 混变的部队 团结在吉安娜女士周围 坚守在海加尔山的第一线 与污染者阿克蒙德 和他的亡灵军队 针锋相对 在燃烧军团如此的军力面前 凡人种族以 极大的损失换来的胜利 几乎是可笑的 塞拉摩的人类种群 第七军团 几乎是必然参战了 但据讽刺意味的 是 吉安娜最终带领其 羽翼未封的势力 反叛了他的父亲 普罗德摩尔上将的死 结束了部落联盟 很长时间的争端 最终 塞拉摩获西 北方的人类部族 几乎已经被阿尔萨斯 和他的天灾部队消灭殆尽 多数洛丹伦人民 被迫逃到了前王国南部 那些没有定居 在南海镇的居民 大多跑去了暴风城 当时的国王瓦里安乌瑞恩 热情地接纳了他们 就像以前洛丹伦 接纳暴风人民一样 随着暴风城 与塞拉摩的关系 逐步恢复 矮人 诸如 东部王国 塞拉摩的人类 和神秘的暗夜精灵 共同让联盟 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总之 这些盟国已经是事实了 每个种族 都为了联盟的 胜利为联军提供人手 同吉安娜半型的高等精灵们 也为第七军团 贡献了战斗法师 为军团的不同战力 建立了坚实的后盾 增添了无与伦比的灵活性 当一种重 重新入侵 埃泽拉斯之时 联盟调动第七军团 加入了联军 史称卡利姆多之力 至今为止 第七军团 已经建立将近十年 他们与任何凶残的敌人 都交过手 埃泽拉斯每一个地方 都留下了他们的热血 不为歧视精神 不为领主命令 只是简单地为了荣耀之名 和人民的幸福而战 军团浴血奋战的军官 一个农夫出身 并且成长为少校的铁血战士 我很抱歉 陆离也很郁闷 他不过是觉得 自己可选择的士兵 太过低劣罢了 当初第七军团 刚成立的时候 确实有不少农夫参加进去 可是现在第七军团 已经不是当年的乌合之众了 没必要给自己 也派上农夫吧 这种六十级农夫的战斗力 估计还不如一个 裁决之间的精英团 普通玩家 刷新在野外的话 估计连精英怪 都勉强能放得上 第七军团是战争的军队 只有残酷的战斗 才能磨练出最精锐的战士 老军官翻了个白眼 邪去道 难道你想要的是 国王的仪仗队 需不需要给他们 配上拉风的皮甲战马 或者挂满勋章 请问 陆离不得不打断他 我可以在冒险者当中 招募自己的手下吗 可以是可以 芬科少校很不爽 陆离打断自己 慷慨激昂的演说 但是他 只能履行自己的解答义务 那就好了 我打算从冒险者当中 招募自己的小队 陆离的心情 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颇为强硬地 将文件丢给了对方 让这些见鬼的农夫 都去战场上训练吧 他可不想 带着几个农夫 偷偷地潜入敌军的地盘 然后因为农夫暴露 而连累自己 前行者 是一个很需要技术的职业 老军官气冲冲地 目送陆离离开 他非常讨厌这种 桀骜不驯的冒险者 也非常讨厌这种 不拿豆包当干粮的作风 所以 他决定去自己的上官那边 说陆离的坏话 如果陆离这次的行动 没有在自己的 攻击部上增加一些成绩 那么他这个少尉 很可能就要被永久冷藏了 冒险者少尉 是 老军官重新埋回文件堆之中 不屑的神色 根本不等陆离走出去 就冒了出来 陆离兰得管他 反正他和这个脾气 不太好的老军官 没有其他的交集 他的任务 都会在任务卷轴上显露出来 任务完成了之后 也是去找军需官 领取奖励 而他新招募的队友 也只需要把他们的名字 输入盗人物卷轴上就可以了 队友的话 必须是盗贼 或者德鲁伊才行 而且前行的水平 也不能太差 很多亡灵单位 都具有反潜的能力 只要有一个人被发现 整个小队 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好在玩家可以复活 这也是陆离坚决 不去选NPC的原因 那些农夫被亡灵弄死了之后 不仅损失 战力 他们还会变成亡灵掉头来对付自己 水精灵 这个必须选 水 MM 一定会对这种新奇的冒险方式感兴趣 嗨嗨 那谁还说过 陪伴是最长情的道白 信 专家的总没错 然后该引的左手 和先红右语 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只要任务完成大家的报酬 就不会少 关键是 还需要一个治疗才行 整个天灾泛滥的区 都没有安全的复活点 想要复活的话 只能回城复活 就算陆里有战俘 也照顾不到这么多人 他毕竟不是专业的治疗 八将 显然不行 他的魅力在亡灵单位 面前无效 而且他这样的路痴小迷糊 去做斥候 估计会莫名其妙地摸到 阿尔萨斯 或者克尔苏加德的面前 到时候是卖萌呢 还是投诚呢